歡迎今天深夜家庭佩麗 讓地方報分條文修檢測案 有立委提案加檔行政 也建議說是挑末的案底層 讓別人都不用怕說挑末 會受到佩麗的對臺 不加報案 上個月底 高雄一個橋上路電園 叫前南朋友驅逃途上三十度 眼前還在便宜地療 因為兩個人分手後 南方起床緊張索照 陸峰要求還要交往 陸峰補完之後 也得到保護令 晚上南方 很多次違反保護令 甚至又嚇倒上人 對這事情有立委提案 修法 要求把現在的家庭 保護在法庭 還加重慶政 照法度組織累積的事件 又再發生 另外後立委煩惱 加保通勞的案件 補助成社工人力欠款 建議庇護所應該要護宣 全部案底層 讓被害人 不用怕自己的 全部受到暴力 這樣沒有被害人 可能因為這樣做受威脅 不敢保護案 被害者因為 顧慮著毛小孩 而延遲庇護 這一個部分我們會 也是會再做評估 家庭暴力 家人的危險程度 我們會把他放進來 就歡迎 外觀委員會 19新疆家庭部 在法庭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維護保護是說 這次修法的重點 是在安全被害人保護措施 像加保 省 壓省 要做讓人散步 網路邊的疫情 應該要探索 這個讓人看還是醫毒 這樣不然相關 可以發60萬塊的法款 並正常備告 所以違反規定 檢察官可以 聲稱 遺方性旗子頂頂 當時也將 當成分他們的 權益立任 以體適用 記者 中華報道